我們上一集說這本新書 《香港銀幕左方》 即是李耳莊和周成仁這兩位 都是內地學者 一本經過十多年歲月 由寫至編輯出版 都很漫長的過程 我們今集也繼續說這本書 也繼續聽李卓濤、鄭全偉 及藍天文三個說這本書 我想對於你們電影學者 或資深的影迷 也會知道左派電影是甚麼一回事 好像跟我家人說 都會記得什麼叫長鳳新 什麼長城三公主 但對於比較年輕的影迷或一般觀眾 其實左派電影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或者我們在香港 有左當然也有所謂右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會否大家會去說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香港電影的歷史 本身是很豐富的 好像上一集說 香港電影的源頭本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下來的發展就是香港電影有很多不同的影響 社會的影響、政治的影響 我們現在經常說的香港電影 可能是說整個印象 可能古老些 就說粵語長片 五、六十年代 再新些可能是七、八十年代 說一下李小龍 可能再接近一些 再閃閃一些 說一下杜其鋒、說一下王家衛 但是香港電影的歷史不僅是這件事 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看回香港電影 香港本身的地理位置 它的歷史位置 你會想到香港電影的歷史 也不是一件很單一化的東西 而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 以前在這個殖民地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意識形態、勢力在裏面 所以左派電影的存在、產生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而左派電影當然在現在來說 我們可能很陌生 其實我小時候都很陌生 對於這件事 我看的是御語長片 吳楚凡、張活柚、白燕那些 所謂左派那些甚麼 對我來說是扶其錫衛那些 那些我看不到 因為我家裡不准看這些戲 我自己看過那時 學校附近有珠江戲院 我家裡從來不准我去看這些戲 所以我不知道 要再大一點 看雜誌、看人們說 甚至要對左派電影 給我一個系統的認識 就是入了資料館之後 做一些書、一些口述歷史 才知道原來甚麼叫左派電影 原來他們是一個自成一國 一個體系的一件事 是有別於當時 可能相對於香港的一些主流 或商業電影而言的一種電影 和他們可能比較清晰的意識形態 一個立場在裏面 或他們的電影沒有那麼商業化 我對自己左派電影的 有一個籠統的印象 就是這些要直到後來 才知道其實他們都有一些電影公司 有自己的明星 有自己一套片廠的體制 他們怎樣去生存、發行等等 我自己覺得自己的認識 都不是太深入 我可能找阿濤說一下 他自己做電影節做了很久 對電影歷史這方面 應該都有一些看法 其實這只是剛才Grace說的 這真是電香電影史太豐富了 一匹部那麼長 你講到天亮都講不完 很簡單的說 左派右派電影來說 背景其實就是戰後 大家都聽過冷戰 共產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 就是西方世界的冷戰 而香港很有趣的 其實都是一個冷戰的前沿 大家很明白 例如49年大陸解放之後 大陸就是阻礙共產政權 國人黨又不是沒有了 他去了台灣 就是右派 而很多當年上海大陸影人 都來香港 其實多數來說 不是那麼左派、右派 很多都是賣食 都是一份職業 但老闆方面 就是因為市場關係 有時變成左派、右派 其實入得大陸的香港片就是左派公司 那個市場只是向左派開放 台灣台灣的自由總會 每個人都要進去 這樣才可以 這個牽涉到年輕的人都會知道 因為當80年代大陸 即是國家開放 那時 吸引了很多香港影人 想回去拍戲 拍外景也好 或者是合資也好 之類的 這就是自由總會的威力 市場關係 說回來 真正的右派都有 本書中有提到 在東西方冷戰時 真的有亞洲電影公司 真的拍反共電影 所以真正的反共右派其實是少數 可以說是兩陣營 一個是左派陣營 就是完全的淺 主要是來自聽大陸話 於是上到大陸化行 另外一些是非左派 其實它主要是台灣 以及東南亞地區 或者是香港 不算是叫右派 但一般的左右分是這麼說 而左派很有趣的就是 剛才說 這個研究香港電影公司為主體 來做研究出版書籍 做展覽 電影資料館做過不少 從50年代一直做到90年代 基本上都是以公司來做研究 有很多的 中聯、光毅、電貿、趙事、國泰 成家和得寶 甚麼都做上去 好像沒有做長鳳新 或者人都 所以可以理解 另一方面 我可以說 之所以現在 很多觀眾不太知道左派電影 就是他們的輝煌時代 其實文革開始已經結束了 它主要最多產和最有成就 五、六十年代 真的可以跟趙事、電貿、國泰 他們一頂足而生 基本上可以 我記得當時在招館也有做過 譬如說好像朱石倫那些書的時候 有機會看一些 就是莊賢、張康辛那些戲 新聯那些戲 其實挺好看的 還有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它不是八股 我們經常說 所謂左派電影 就會想起那些 好像文革或之前後那些 很多八股 講功龍兵鬥爭 其實沒有 那些是 有時我跟黃小仔都談 看著看著都挺少知道的 而最有趣的 其實本書裡都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當年那些左派電影 我們發行去中國大陸 有些去上海或廣州那些 是引起轟動的 很多人就買票去看這些香港來的電影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香港那時 都在他們的心目中 就是一個外面西方的世界 殖民地資本主義社 他們就很想看下 這個地方的環境 或者那些人的生活是怎樣 於是他們就買票去看電影 結果那些電影就爆棚 長長滿了 於是引起大陸的官方有些關心 於是後來就覺得 香港拍的那些即使是左派公司的電影 即是左派公司的電影 都不可以再發行去大陸 我覺得這些 現在看起來就覺得很有趣 我們心裡想的那些所謂左派電影 其實如果我不告訴你 其實跟外面那些主流電影 不是太大分別 所以就說這個很有趣的 就是這個怎麼說 那時你之所以成為這麼有成就 甚至香港也有很多不少賣座 賣座 那時的左派很靈活 還有他們是很實際的 就是什麼呢 他就知道如果香港拍和內地一樣 那種很左的宣傳片 是沒有市場的 即是生存不了下去的 而零會就 大陸上雖然可以左右他們的拍片方針 但是他們了解到 你強硬要他們拍大陸的 一來不需要 你要那些電影大陸拍大量 通過南方化行 來香港放上映已經可以了 那你為什麼他們又拍這些 其實是沒有觀眾的電影呢 他們很靈活那時有這個好信 那你就拍一些觀眾喜歡的電影 觀眾喜歡的電影 石旗很出名的 就說左派電影小資產階級性 那些都是很小資的 那些情趣那些東西 他們那些明星一樣很Glamorous 跟郭佳健和邵氏那些 沒有分別的路線是一樣的 我自己的印象都是這樣 你可能說一些城市裡面 一些年輕人的生活 這些跟光毅那些電影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而且可能某些製作上的條件 可能他們更加認真一些 譬如在劇本上 比商業化的電影更加嚴謹一些 你一看回頭就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那些戲 其實我記得那時我們做了一本書 在香港電影 即是冷戰年代香港電影 我記得好像容世成教授有說過 其實所謂左右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單止在製作上 或者意識形態上 那些人都是這樣 有些人他們都會去幫助左派公司 但他們就不會 因為自由總會的緣故 他們不會出自己的名字 但他們可能會私底下有些幫忙 有一個最明顯的人物就是張英 他會在左派電影中出現 但右派反骨電影也有他份演 他很厲害 他從戰前開始 拍那些很進步電影 一直到80年 中聯那些叫進步電影 即是無意識那些 剛才說亞洲那些反共電影 很出名的《半下流社會》 他又有份 但珠江淚那些他又有 剛才剛才說到兩者 又不是很分別 只是這本書兩者作者 他經常強調 左派年來講 述筍館的題材包裝 很多時候跟其他右派 或非左派電影公司的分別不大 但有一件他很堅持 經常都說要主題健康 意識正確 不會搞神怪 是呀 諸如此類 不會有些足授 是呀 他仍然有一定 承繼以前所謂進步電影 上海那條路線 他有這件事 只是表達這些所謂進步意識的手法 可以很靈活 變成改善了香港的現實環境 而他受歡迎的事很有趣 其實我剛才提到 因為大陸那時 不是鐵幕的觸動 基本上是鎖角 外面的訊息很封鎖 明顯是當人民看不到東西 偶然有些讓他們看到外面 他們一定很興奮 反過來香港其實是一樣的 鎖起來很多時候 對大陸有些人很神秘 我不知道 只是聽說是這樣 回去旅行 後來現在這麼方便 所以左派有一些電影 拍到桂林山水 和大量紀錄片 有些獵奇性質也好 少數民族 雲南 新疆 西藏 在香港很賣座 這些就是長鳳新 銀刀都有拍的東西 因為書裡面有明顯的例子 就是鬚小小 鬚小小的事就是特意回到西湖 現在西湖我們去到爛 但那時就嘩 文革前西湖沒有遊客 是的 這些例子 香港電影和大陸製作 或人事之間的交流 都頗有趣 因為其實左派電影 如果看一本書 或者我們看之前資料館的一些研究 其實在文革前也有一段輝煌的歷史 即是長鳳新 他們也有三份公司 也有很多明星 其實和其他例如蕭氏電謀 其實分別都不大 所以亦都有機會 我之前也去資料館看過那些電影 亦都覺得製作其實都很嚴謹 當然他們很強調他們的寫實 健康 白開水 都很強調那些 但我覺得其實他的水平都很好 但可能對於現在很多的觀眾來說 我想最主要的問題是 可能接觸的渠道並不太多 可能要去資料館 尤其是資料館的剪輯 很多時候是配了廣東話的剪輯 如果你在網上看到 亦都不是太多放上網 或者在內地找到的DVD 質素也是一般 或者可能有時候我見過 在中央電視台 有些都是經典電影頻道 出現過某些 甚至有些新年電影都配了國語 即普通話 所以對於很多觀眾來說 特別年輕的人 真的有點而神秘 或者有點而不知 只是知道有個東西叫做左派電影 即是這個名詞 人家說是很詳細 我想其實渠道相較 邵氏電謀近年都出益 我想分別比較大 我覺得這本書 如果我們今次看幾大一個價值 其實我也發覺 譬如現在看五六十年內的粵語片 也好 網上有時有些有心人 都會將那些片放上網 但那些都是非左派電影 圍著 是的 但真的想看長鳳新的電影 其實網上非常難找 如果有正式的渠道 就是資料館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都可以去 因為資料館也挺齊全 那些當年長鳳新的 全盛時期那些戲 還有很多其實他們都有一些 非常之 影像都保存得非常之好 還有很多有一大部份 都公開到給這些 觀眾或研究者可以去 資源中心 資源中心 其實都有機會看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 在賣少許廣告 都可以去看 還有我想好像主持人這樣說 現在沒有甚麼方法 如果你真的想有興趣 沒有研究 我想看看是甚麼樣子 都不容易 好 第一步 在網上有時無意中 發現有些很沒有系統 當然是 但問題是若然有些 猜不到會有的 有查資料關係 有時有兩個不同的資料 是寫法不同的 編度 一個有兩個名字 寫法有時是 撐食不一樣的 最好的就是找到原片 片頭自摸 因此我真的有時找到 竟然有 譬如董小元 原來有 我找到他去對 發覺原來網上 有些你估不到的戲 放上去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在哪裏錄到 只是他自己買了DVD 他自己放上去分享 那些應該是大陸DVD出了 他們好像在十多年前 將一批片藏送上去 中國電影資料館 應該在那裏做過 做過修復 在中央電視台放映過 因為有一陣子 我在偶然中發現 有同命鴛鴦 我在網上看 是有的 是我很驚訝 是這樣的 質素好不好 好 是好的 因為當年我們說 1983年 香港第一次 不是發行之後 第一次 Retrospective回顧展案做的時候 它會粉紅了 退色 因為其實我看回 有些去封尾 可能出了碟 或者在中央台放的 顏色相當高 但是看回這些 左派電影 要接觸都不容易 甚至很多 在研究上 或者在稱呼上 也有很多爭議 甚至我看到有些人 在網上說左派電影 有些人很激動 不是叫左派電影 只是叫外國電影 有些人不同的詮釋 甚至乎 我覺得 在今天來講 有很多誤解 甚至我剛才說 中央台 他將這批電影 都不是強調香港電影 叫做國產電影 這樣放進去 我覺得其實這些 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我們去研究去討論 當然 這一集說了這麼多 我們下一集 繼續就著這本書的 南載和大家去談 好 好 我先說 有些人 我來講 有些人 你擔心